下雨了,女孩顾曼珍和同事们躲在屋檐下避雨,一个男人披着外套跑过来,正要也挤身眼下,望见曼珍后,却掉头又跑了,也不顾雨势多大,好像怕见到她似的。 这男人名叫沈士军,来自南京,是曼珍的新同事。 关于为什么要见了曼珍就跑,士军自有一番说道,其实他早就对曼珍一见钟情,又不知道过来好和他说什么,这才尴尬地跑掉了。 曼珍见他这样,倒觉得有些失落,因为他也很属意沈士军,还以为他不愿见到他才跑掉。 再见到他是这年的春节,曼珍一个人坐在小酒馆里吃饭,同事许淑惠带着士军前来,看见曼珍,便一起坐下。 淑惠出生于上海本地,家中资产颇丰,是平时坐在曼珍对面的男同事,两人关系很好。 他与士军是多年的同传好友,士军的家族在南京也是大户人家,他执意要自己出来闯荡,便只身来到了上海打拼。 这年,士军留在淑惠家里过年,三人才聚到了一起。 吃完了饭,又去野郊的树林里拍照留念,士军已经倾心于温柔大方的曼珍。 当晚,为了给他找一只遗失的红色手套,不惜冒着寒风出来寻找,又亲自交到他的手上。 见了这手套,曼珍也大约知道了他的心意,便尝尝借口给书惠缝制毛衣,顺便给士军也织一件。 不久后,曼珍受了风寒病倒,便拆小弟将办公室钥匙送到了书惠家,以免他家里要派人来娶。 之所以这样做,也有他的苦衷,曼珍的父亲早逝,母亲,祖母,大弟,小弟,以及他,都要靠姐姐曼璐做舞女养活。 曼珍得以完成学业,大弟,小弟也有了书读,然而,正是为了家人,曼璐放弃了学业,也放弃了与青梅竹马张玉瑾的爱情。 后来年岁渐长,在舞女这一行越发不吃香,快成了孤家寡人,只得嫁给商人祝洪才。 这祝洪才本就是跟在大老板后面混口饭吃的投机商人,乡下老婆又早早离世,她便将前妻留下的一个女儿与曼璐都接到了自己新买的花园洋房里。 如今,姐姐的生活虽已经豪转起来,但在上世纪二十年代,舞女终归被认为是下三滥的职业,为清白门第所不耻。 曼珍不愿透露家事给书惠等人,也是不愿招致多余的风言风语,但面对士君,她选择了坦白。 士君并没有太多等级之分,仍旧对曼珍真心相待,也常常去她家拜访,一来而去便渐渐熟络了。 过了一段时间,士君决定回南京探亲,书惠也一同前去游玩,曼珍便赶在她离开上海的最后一个晚上来书惠家,给她送了些点心,又细心为她收拾好行李,煮她万事小心。 到了南京,士君自然受到了母亲及家眷的热情接待,以后可能会与她缔结婚约的表妹石翠芝也前来赴宴,唯有父亲去了喜。 在一塌塌那里快活,因为哥哥早逝,留下嫂子带着一个侄儿,士君也就成了父亲和母亲唯一的儿子。 为了她的终身大事,母亲自然也是操碎了心,她十分喜欢翠芝,已经准备让两人尽快完婚。 然而翠芝却在这次相近后,喜欢上了书惠,再也无疑与士君相好,只是迫于家庭方面的压力才没有说出来。 三天后,二人坐在返回上海的火车上,一个思念着曼珍,一个思念着翠芝,只是书惠知道士君思念的是谁,士君却不知道她思念的是谁。 士君一到上海,便赶到曼珍家拜访,却发现曼珍并不在家,原来她为了避免用姐夫的钱,下班后经常出去当补习老师。 等到曼珍终于回来,一家人才和士君坐在一起吃饭,两个弟弟存心要折腾一下二姐的这位男朋友,便往他的汤里加了一大勺盐。 士君不好明说,只能硬着头皮喝完,再加一句,好喝,好喝。 吃完饭的曼珍送她下楼,得知了一个笑话,原来书惠的母亲一直以为曼珍是儿子的女朋友,见她与士君突然熟络起来,还以为是她从书惠手里抢走了曼珍。 听到这里,曼珍笑了笑,又试探性地说, 要是书惠真的喜欢我,你会跟她抢吗? 还好书惠不喜欢我,要不然,你就一声不响地走了,然后我就永远不知道怎么回事。 要是我知道你要我抢,我一定会去抢。 那晚士君回家时,忘记万家灯火,自以为这一刻是宇宙间最幸福的男人。 只是两个人都没有想到,曼珍竟一语成衬,倒破了他与他一生悲剧的起源。 曼珍自认找到了可托付一生的温柔男子,虽然士君也曾无意间提出过结婚的想法, 但他始终不愿因为自家的纠葛牵扯到他,总盼着先靠自己的能力处理好家庭的事再结婚,便搁置了下来。 与此同时,姐姐曼露的生活却一波三折,接连的流产让她已经无望为祝红彩生儿育女, 又因为性格不合,夫妻俩之间矛盾不断,朱鸿才甚至抽了她一个耳光。 曼露这才意识到,自己已经完全失去了婚姻的控制权,宛如一只被囚禁于高龙的鸟,无力回天。 这一年,曼露曾经的青梅竹马张玉锦已经在老家陆安混成了医院院长, 专业成为顾家高攀不上的好姻缘,令姑母等长辈十分惋惜。 恰逢公务在身,出差到上海,她便赶来探访顾家。 玉锦至今问婚,言语之间早已明了曼露嫁人的消息,却与曼震十分聊得来。 她送来的书,她细细地看,她进屋暗灯泡,她认真地看着她,不知是不是在寻找她身上与曼露相似的影子。 曼震的母亲与祖母转念一想,曼露已经嫁给朱鸿才,是板上钉钉的事了。 沈士君出身南京,也不知家地如何,何不错和曼震与玉锦,把这样一个好姑爷揽进门。 于是等到士君起来探望时,故母便谎称曼震出门补习不在家,却刚好被士君撞到曼震再给玉锦安灯泡,一下子酿成了天大的误会。 好在,曼震及时出面,澄清了玉锦的身份,表示自己与其并无情感瓜葛。 然而,曼震是这么想的,玉锦却不是这么想的,母亲和祖母也不是这么想的。 曼露听闻玉锦来上海,便连忙回家探望,她心里从未忘记过这个男人。 可当玉锦告诉她,前尘往事已然如烟,当初的感情也无需再提时。 当母亲和祖母纷纷劝她成全妹妹于玉锦时,她大受打击,心下已经有了一个阴暗的报复计划。 几天后,世军突然接到家中发来的急报,父亲病重,母亲勒令她回家接管生意,以免家产落到姨太太手中。 父亲危在旦夕,母命又不可违背。 世军只得匆匆与曼震道别,踏上了回南京的火车。 不久后,父亲病情好转,世军便辞掉了上海的工作,决定遵循家族的意愿,顶居南京。 如此便到了曼珍抉择,是否要离开上海的时候。 于是,世军带曼珍回去见了父母,书会照旧同行。 世军的父亲素来风流成性,望见曼珍便觉得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。 想来其实,她见过的大概是做舞女时的曼璐,一时记不清楚了。 但世军的母亲听了这话,却十分介怀,随处打听曼珍的家事,令曼珍有些难堪。 这趟谈亲正赶上翠芝与一个名叫一鹏的富家子弟订婚。 于是,世军拉上曼珍,翠芝拉上一鹏,外家一个书会和另一个女孩子六人一起去郊外爬山。 爬到半山腰,众人走散,只剩下翠芝和舒惠两人相对无言,她始终还是没忘记她。 第二天,翠芝便取消了与一鹏的婚约。 另一边,世军用自己的工资买了一枚红宝石戒指,向曼珍求婚。 但两人的话题很快就从恋爱跨越到了家庭的冲突。 世军建议曼珍近期不要再与姐姐见面,自己也是爱于家庭,不能做主。 曼珍觉得,姐姐努力挣钱养家,没什么丢脸之处,总不能两家人一辈子不见面。 两人越说越乱,大吵一架,闹得不欢而散。 曼珍便独自返回了上海。 同年,姐姐因身体孱弱,频繁生病,便把曼珍和母亲叫来照顾。 之后,又遣走母亲,设计囚禁曼珍,令祝红才强奸她长达数月,直至生下一个男婴。 曼珍才在熟人的帮助下,从医院逃脱。 被囚禁期间,她曾试图将红宝石戒指交给丫鬟,请求她帮自己寄信给世军。 丫鬟却将这戒指交给曼璐,出卖了曼珍。 姐妹相见,曼珍恨不得杀了姐姐,却无能为力。 原来,她才是被囚于山楼的姑娘,被至亲所遗弃,也被世人所遗弃。 后来世军带父亲来上海看病,也曾试图寻找曼珍,却发现她的家人已经搬回了陆安。 传言,她嫁给了张玉瑾,是一段金玉良缘。 世军不幸,又找到曼璐的公馆。 曼璐便趁机拿出那枚红宝石戒指,谎称曼珍已经将她遗忘,戒指也不要了,自己只负责转交。 再后来,曼珍生下儿子后,一眼都没看,便逃出了医院,又给世军写了一封信。 但彼时世军已经任命,准备迎娶翠芝。 她母亲生怕曼珍打断这段姻缘,便将她的信悉数捎回。 曼珍久久不见她的回音,便不再写信。 进学校当了义饼老师。 世军雨翠之大婚之日,书惠喝得烂醉如泥,不久便去异国留学,试图用距离来遗忘爱情。 三年后,曼璐病重,临终前托付曼珍回去看看儿子,好生照顾。 此时,朱鸿才已经家道败落,住在拥挤的桶子楼里,勉强养活一双儿女。 曼珍去的那天,儿子正在发高烧,他如何忍心离开,便守着儿子睡了一夜。 第二天一早,看见朱鸿才出门前给他做的早餐,他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受。 原来,当他发现最喜欢的人也会离开他时,最讨厌的那个人,忽然也就不那么讨厌了。 曼珍也认了命,留在朱鸿才身边照顾孩子。 从前,他心比天高,认为跟姐姐不一样,却没想到,命必至宝。 半生的人生轨迹,都只是跟在了姐姐的后面。 再次见面又是几年后,书惠离婚回国,邀请一众好友相聚叙旧。 世君与翠枝也有了一双儿女,却仍旧是同床异梦。 翠枝为了书惠的归来而激动万分,早早来到饭馆与她交谈。 也与她是因为什么原因而与美国的妻子离婚。 书惠之言,我是为了你。 世君却独自来到书惠家,心地盼望的,世界慢争一面。 是的,她也站在那里,刚拜访完书惠的父母,准备下楼。 过了这么多年,岁月催得她和她都老了。 她浮在她怀里,失声痛哭,半生的心酸都化作鼓鼓的眼泪,流尽了她的委屈。 是啊,她终于知道她为什么消失了,她也知道她为什么没有回信了。 可又有什么用呢?他们都回不去了,回不去了。 要是书惠真的喜欢我,你会跟她抢吗? 还好书惠不喜欢我,要不然你就一声不响地走了,然后我就永远不知道怎么回事。 要是我知道你要我抢,我一定会去抢。 公子如鱼,世无双,痴女半生,盼红妆,半生远近,人空想,疏然放飞,不见晃。 这半生的缘分,终究是走到了尽头,那句玩笑话,也将他们送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。 多年前的那个深夜,男人冒着刺骨的寒冷出门,为他寻找红色手套的夜晚,永远不会再重来了。 故事配老酒,明朝在聚首,生活是藏在电影里的诗,故事是藏在诗中的风景。 我在等诗,也等你。